那么在今天 伦理教育重要 伦理能不能把人管好 很难 为什么呢 人的习气太重 古人说是所说的 高明 重力 他能不能保持得住 保持不住 他就会背识叛道 名利的诱惑力量太大了 能保得住吗 所以懂得因果 就不敢了 你看这个 西洋人的一些思想 你看他们的哲学 他们的思想 总是把武力 摆在地 认为什么 只有强大的武力 才能够夺取政权 才能保持自己的富贵 好像 也出现了小谷 但是最后都是亡国 这个就要讲到英国问题了 杀人 要不要偿命 欠债 要不要还钱 从琴 他们有宗教 宗教里头也有讲英国 后来 被这帝王删除掉了 他认为删除掉 他就不会坐地狱了 不知 殊不知 删除掉 坐地狱更严重 为什么让大家不相信英国 不讲英国了 所以 英国教育 如果真正懂得英国教育 不敢为非作代 懂得能理到的是 是不好意思为非作代 良心责备 但是在高明厚利 诱惑之下了 往往昧着良心 他就屈服于名利之下了 他就会赶快死了 所以真正懂得英国教育 不敢了 那么英国的最大的 有没有天堂 有没有地狱 有没有报应 真有我 不是假的 但并且没发生了 有没有地狱 有没有地狱 出钱 有没有地狱 有不 我 私 听 有 这 ой